尊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啊 这个就是菩提大愿 欧益大师说 真正相信净土法门 大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那么愿是有了 不管是真是假总是有 那关键就是我们要去落实 能不能往生 这个条件 在《无量寿经》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要对照对照 看看自己符不符合调节 在往生 这个三倍往生 二十四平 佛跟我们讲 不管你往生是上倍 是中倍 还是下倍 有一个共同的条件 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菩提心 是什么呢 说法不一 实际上呢 并不矛盾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给我们讲清楚 什么是菩提心 就像看庐山 横看成岭 树看成峰 高低上下都有不同 但是都是同一个庐山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认识菩提心 我们才能够检验出来 自己是真发了菩提心没有 那我们师父老人家 总结菩提心 就是五条 就是我们 这个左手边 这个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五个心 都是菩提心 那我们一一来对照 我的心 真不真诚 对佛真诚 对人不真诚 那就不是真诚 真 真就是不变 是一心 没有二心 对佛 我们 理尽 我们 用这种真诚心 对人也是一样 用理尽 用真诚 对任何人 对任何人都如此 哪怕是那些 我们认为 原来以为是 冤亲在主的人 现在我们都不能看 他是冤亲在主 我们要把他做佛 做菩萨一样看待 任何的 给我的这种 待遇 不管是善待我 还是呢 对我有损害 我都应该 抱着真诚的态度 把他作为 阿弥陀佛 作为诸佛菩萨那样 去尊重 去供养 绝不起 逆反心 绝不起 对立 冲突 这个心就震了 我们仔细留意 大凡能往生西方的人 都是这样的心态 你看刘素云居士的姐姐 上个月21号网上 他完全没有 怨天尤人的心态 虽然别人看他的命运 非常坎坷 非常不幸 很多人甚至为他 还打抱不平 但是他绝对没有怨恨心 只有感恩心 这些都是来成就我的缘 有这样的心 一切境界都是好境界 心自然就清净 清净心也是菩提心 有真诚 有真诚才有清净 我们念佛 为什么这么久都得不到一心 还有很多妄想 很多杂念 心不清净 就是真诚 就是真诚不够 待人待世 那个心老是会变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生气 一会儿喜欢的不得了 一会儿就讨厌 这个心哪是真诚 所以心就不清净 那不清净 那也就不会平等 心里就会有高下之分 有爱增 有欢喜的 有讨厌的 有取舍 有攀岳 所以心不平等 那么心不平等 就没有觉悟 正觉是建立在 清净平等的基础上 那么师父上人也讲过 你能得清净心 你就得正觉 你能得平等心 就是正等正觉 那么这个正觉心 是无上正等正觉 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 简单的来说 就是看一切人 都是阿弥陀佛了 就得无上正等正觉 我如果还看某人 不是好人 某人 业障很重 烦恼很重 不愿意跟他交往 不能以 慈悲的心 去关怀他 去帮助他 反而会厌烦 这就没有 得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你 还有符合众生的 这种分别和取舍 最觉悟 暂时的觉悟 容易 能保持觉悟 不容易 你看我们在讲经堂里头 讲堂里面 一提示 你也能承认 也能点头 没错 应该看一些人 都是阿弥陀佛 可是呢 出了讲堂 又忘掉 一看那个人 这是冤情在主 又来了 那无明火就起来了 那又不是阿弥陀佛了 又变成冤情在主 这就是没有觉悟 又迷了 所以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头 迷得多 觉悟得少 这就是忘失菩提心 那么华言经上讲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这讲得很不客气 但是很真实 仔细想想 对不对呢 完全对啊 你把菩提心给忘了 你的真诚心没有了 你的清硬心没有了 你的平等心没有了 你自己一身傲慢就不平等 看人不起 不认为别人都是佛 都认为别人是凡夫 只有自己 有点像佛复杂 这一就是忘失菩提心 你在修善法 你在做弘法立身的事业 在护持正法 来佛门里做义工 说句不好听 就是世名摩业 这是佛说的 华言经上讲 这挺远往的呀 干得很辛苦 干了老半天 不是成佛变成魔了 魔也有福报 这福报啊 都是在佛门里修的呀 不是在佛门里 你修不了这么大的佛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期 在正法的道场里面 来修那是很难得的呀 可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因缘 那我们有没有以大菩提心 来修诸善法 如果还是用自己的烦恼习气 来做这个护持的工作 福报是积攒了一些 可是到最后到哪享福呢 你到魔道去享福 即使你福报大德 变成他化自在天 那就是魔 他化自在天主 就是魔 魔王多许 福报大的 他想要什么 吃的喝的好东西 都不需要自己抽心 连变化都不需要 由化乐天人给他变出来 供养他 这福报太大了 化乐天是可以随意变化 我想吃什么就变什么 他化自在天都不用自己变 由化乐天给他变 给他供养 但是 他的烦恼习气没放下 还有私心 还有控制占有的心 还有明文立养的心 所以福享尽了 在享福的过程中 也造不少业 福享尽了 那堕落多半是地狱 因为什么呢 魔王就是障法 障碍正法流通 障碍别人来学佛 来修道 看到别人修行 不是由衷的生欢喜心 而是呢 反而要障碍 不给他 不给他机会 来亲近善知识 来成就他的导命 这就是魔王的心态 所以 这个菩提心 可贵 你只要真发了菩提心 哪怕你做一点点好事 功德都无量 因为菩提心是大心量 众生无边 事愿度 绝对不会把众生 拒之于门外 不给他机会 除非真的是没有这个缘分 我是想尽办法 这个尽心尽力了 也没办法帮他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他福报不够 缘分不具足 但是你已经尽心了 可是我有这样的缘分 我有这样的能力 甚至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我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能够帮助他 成就他的法神会命 而我们没有去帮助他 让他错失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会 这就造罪业了 这账无法的罪业 断送了人家的法神会命 这一条罪 那就足以下阿比地 现在是有福报 你就慢慢想 而且呢 魔王也会加持你 在你想的时候 你会尽量造罪业 会创造很多的机会 让你这个烦恼 息息现行 你自己控制不住 拼命地造罪业 回不了头 最后就深深堕落阿比地 这魔王就高兴了 这好啊 这永远出不去三界了 永远做我的子民 这是魔王心 他控制吗 占有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发起大菩提心 真正要 怜悯一切众生苦 对一切众生 不要有任何分别执着 不要有爱憎的心 尽心尽力地 能够帮助众生 哪怕他有一点点机会 我可以令他觉悟 我可以给他种上根的 我都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我再辛苦 再麻烦 甚至做出牺牲 我也甘心情愿 这就是大菩提心 然后你一向专念 你就能往上拉 哪怕是临终 十念 也属于一向专念 就是一个方向 专念弥陀名号 从一数到十 断七了 往生 你已经发菩提心 你临终十念 属于一向专念 符合条件 那么至于说往生之后 有三倍九品 品位高下 偶一大 这个善导大师讲 仕途三倍九品 总在欲缘不同 所以个人的缘分不一样 如果你欲的缘殊胜 你往生可以很高的品位 上品 如果缘不是那么殊胜 那么可能就中品下品 但是都有共同的 因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尤其是菩提心 那么真正有了菩提心 自然 就会 至心愿生 必果 像 物量寿经 二十四品 你讲 十方世界 诸天人明 岂有 至心 愿生 必果 凡有三倍 所以三倍都是同一个因 就是 至心愿生 必果 至心就是 发起最至诚的心 发愿求生 净土 那这个至诚 不是只是发愿求生 净土 是在你现在 对一切人 一些事都是至诚 这个很重要 修行人 切记 用虚伪禅取之心 表面一套 心里一套 领导面前一套 对地里一套 对佛菩萨一套 对其他凡夫 众生又是一套 这种二心 就是虚伪禅取 这种心 那不改过来 肯定往上不了 因为没有志心 那个愿是假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学感应篇 感应篇就是修心 让我们把这心地 要纯净 纯善 那么至于你是往生 哪一辈 对照经文 自己看看 当然我们 要求上品 上倍 至求上倍 还能可能最后得个中倍 至求中倍 可能最后得个下倍 如果至在下倍 万一去不了 就麻烦了 所以也至寸高远 那么经文上讲 其上倍 其上倍者 舍加弃欲 而坐沙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修诸功德 愿生毕国 这就是上倍 他能舍加弃欲 就是他能放下 不是说往生的时候 再放下 现在就放下 要知道 你想往生 必须得放下 必须得舍加弃欲 不是在现在 就得在临终 你临终 你是不是要舍弃呢 你是不是弃欲呢 你不舍不行 你不舍也带不走 所以 其实不是说往生的人 才舍加 凡是死都得舍 只是他的牵挂 没放下而已 而这世间 真的一样的带不走 所以何不早点舍呢 这个舍加不是说 真的剃了头 穿起和尚的服装了 这叫出家了 剃了头 穿起和尚服装 未必是真出家 出家四种 是新出家 身也出家 才叫真出家 新出身不出 那是假出家 那就是地狱门前 僧道多那人 那那人了 第三种呢 心出了 身没有出 在家俱使 真正修行 真正放下 世间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智求菩提 发愿求生净土 这种人真出家 而且他也能 有缘的话 做弘法立生的事 那么第二种 第四种 身不出 心也不出 在家人 这个 烦恼兮兮兮 一点都不肯放下 也不肯 真正往生 这种人不是说 世间那些 这个世间人 就是说我们 佛门里面的 在家同修 世间人 那肯定是不出 所以说也没意义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心里面的牵挂 情直 爱欲 不肯放 连身外物都不肯舍 那更何况说 舍心里面的 爱欲 烦恼 牵挂 情直 还有我们的身体 更舍不下 要知道 只要有一件东西 你舍不得的 那你就 拴在这个 缩破世界里面 你就网上不了 所以啊 尽早去舍 而坐沙门 沙门是真正修行人 也不一定出家人 所谓的 勤修 戒定慧 熄灭 谭尘 吃 这种人 最容易往生 本身业障 就少 所以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只要遇到净土法文 他就能做到 然后修诸功德 这个功德 是戒定慧 真正做人天 实表 带领大众 修行 带领大众 求生净土 这种人 当然 愿生 彼国 肯定得胜 那这个功德 怎么个修法 也是看缘分 这是古人讲 如果是 进者 奸善天下 退者 独善其身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他念念 想着为众生 只要有缘分 他不会放过 也不会因为 度众生 遇到障碍 就生烦恼了 就退心了 也不会 除非是没有缘 就没办法 那他就退而自修 但是如果有这个缘 绝不放过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就是这样 他说他自己出家人 本分就是讲经 他专修 装红 净土法 但是遇到有救世的缘 就不能放过 他 这个 在新加坡 住了三年 那个 其他宗教的人 来找他 他一看 有这个缘分 可以团结 宗教 于是他就尽心尽力的 把这个事情做好 在不妨碍他讲经的 这个条件下 他能够 这个把团结宗教的事情做好 利益 新加坡 也给世界做好 然后后来呢 有缘到澳洲去 大学赠送给他荣誉教授 荣誉博士 这些荣誉 让他代表大学 向全世界 去推广 和谐世界的理念 那我们师父 遇到这个缘分 也直下承担 所以奔走于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各大和平会议当中 参加各种类型的 和平的活动 帮助促进 和谐世界 他老人家提倡的理念 古圣先贤的理念 教学为先 结果很多人 听了这个理念觉得好 但是呢 总觉得是理想 他不能落实 信心不足 这个师父老人家呢 被迫找一个地方 做示范点 结果卢江 那个园又成熟 于是呢 就在卢江 办了个文化教育中心 扶持中华传统文化 三年来 成绩斐然 真正能落实和谐社会 虽然中心后来停了 但是 这个传统文化的热潮 在全国掀起来 各地都在办传统文化论坛 都在办学习班 所以这个功德 很大 修这些大的功德 但是师父老人家 一点不居功 你看他 在讲经当中反复说 这哪是我们的功劳 这都是三宝加持 祖宗庇佑 做这样的大好事 又不居功 三轮体功 这就是真正能功德 即使是做一点滴的事情 都功德无量 更何况做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什么 有缘 有缘就不能推辞了 有缘反而要推辞 这也不是随缘 这还是攀缘 攀什么呢 攀我清净自修的缘 这也不对 还是个自私自利作祟 还是没有菩提心 那么真正有功德 就是什么呢 他的心是永远清净 做好事 绝不求名 绝不求利 不贪图果报 真正真真真真实实的 发心 为众生做点好事 这里面他自己一无所求 哪怕做完好事之后 被人骂 被人 这个嘲笑 讥讽 呜 心里还是清净 绝不会起怨恨心 不会有委屈 不会有不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是应该我来做 做得好众生有福 做得不好众生没有福 但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人家骂我笑我打我 那是什么呢 帮我消业障而已 我又不是为了让别人赞我 供养我赞叹我 来做这个好事 所以他赞我也好 骂我也好 我都不放在心上 这不是我所图啊 所以我们的义工 现在有机会 修诸功德 这个用心要会用 不是用心 就没有功德 你做了很多好事 很辛苦 到最后呢 可能人家未必能够赞赏你 甚至还批评你 你美中不足吗 肯定有回做错的事情的时候 那当然自己一个忏悔 可是呢 人家会骂你 指责你 你心里要是委屈 不平衡 我做那么多好事 你怎么不赞叹叹叹 我就这么一点措施 你就批评 我批评的那么厉害 心里不平 功德就没有了 就没有清净心了 所以真的要把我放下 那个我是假的 所以我的名利 我的荣誉 我的功劳 这些都是假的 你别当真 都是梦 你的心才能清净 但是内心 确确实实 要自我做简点 而且要常听经教 做义工 如果不听经教 是很麻烦 很容易走偏 一走偏 你继续做下去 那就是变成什么呢 不是护法了 是账法了 自己还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做了 很大功德 所以 师父老人家也讲了 护法的人 必须得听经教 如果护法不听经 肯定护不长 那这话也讲得很含蓄 说白了 护法如果不听经 肯定走偏 肯定堕落 肯定造恶业 那后来呢 肯定堕地狱 这师父没讲 那么直啰啰 我把他给大家 这个 把他意思给诠释出来了 那肯定是这样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的时候 魔王波学也来护法 他也是个大护法 有这么大的福报来护法 但是呢 他不肯来听经 不肯认真学 他最后啊 福享尽了 他肯定会堕落 因为他造业造太多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是佛是魔 自己要善于用心 那么我们遇到这种圆 认真的学 认真的修 可以得上倍往上 那这样你是用真诚心来学 真诚地改过自信 错肯定会有 像我们做义工 难免也会出错 人非圣贤 孰能无够 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但是我们要肯改 这就是善莫大言 不肯改 那就是恶莫大言 甚至别人指出我们毛病的时候 我们应该虚心接受 不要起对立情绪 起对立情绪 真的别人也再也不敢说你了 那你自己的过错 自己可能永远不知道 要常修忏悔法 即使自己做到别人说很圆满了 还要从这鸡蛋里头挑出骨头来 我自己要检查 那肯定还是有做不圆满 因为我还没成佛 没成佛就肯定有不圆满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 我自己要细细地去检验 去反省 你看这样多好 那么底下忠辈呢 经文上讲 其忠辈者 虽不能行坐沙门 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随即修行 诸善功德 奉持摘戒 起立塔相 饭时沙门 玄增燃灯 散花烧香 以此回向 愿生彼国 这种人遇到的缘 没有上辈人那么殊胜 所以他就有很多放不下的地方 他不能舍家弃运 行坐沙门 也不能大修功德 比如说 像师父老人家 那是大修功德 护持正法 弘扬无量寿经 劝导无数的人求生净土 这个复兴传统文化 团结宗教 促进世界和平 这个大修功德 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缘 其实这个缘 也就是因为 欲善知识 你看师父老人家 早年遇到了 方东美教授 张家大师 李炳南老巨师 这些真善知识 年轻就学佛了 这个语言太受伤了 二十六岁 学佛之后 当时他也是一无所有 所以很容易走上 弘法历史的道路 他就出家了 他就能全职的 做这个弘法试验 这个缘也很殊胜 这个从世间人的角度 他可能觉得 这个他走的这条路 其实是什么呢 世间道路可能 他没有这个福报 走不通 好像没办法走入 这个佛门了 世间人都会误会 但实际上 恰恰是他最殊胜的缘 那么遇到这个缘 他能够 法身会命 迅速成长 所以在李炳老会下 十年 就成就了 张家大师 先是三年给他奠定 学佛的根基 就扎根教 然后十年 经教的训习 学会讲经说法 于是就在各地讲经 他是33岁出家 一出家就开始讲经 讲到今年86高龄 54年 他自己说呀 他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财 又没有士 又没有靠山 又没有其他什么大副长者 这个达官贵人来帮助他 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只有靠讲经说法 为我们指示出讲经说法 把佛教带回教育这条路子 最后他能走成功 这个老人家的眼很殊胜 我们能看得到 就是遇到善知识 那我们想想今天我们也遇到善知识 我母亲在送我拜师的时候 2006年9月 那时是六年前 我辞掉大学工作 妈妈带我到香港来 送子拜师 写了一个送子拜师文 在信中说 给师父老人家说 您老人家早年遇到三位善知识 方东美教授介绍你认识佛法 张家大师教你看破放下 指示你出家的道路 李炳南老君士教你经教 那我母亲说 您老人家 一生就兼有三位打善知识的 这个利益了 现在您来教茂森 就我俗家叫茂森 那他一定能得到 坚收并须之美 所以你看 我们不需要找三位善知识 一位就够了 那剩下的就是 我们自己肯不肯发心 你要是真的像师父老人家那样发心 舍家去行坐沙门 大修功德 你能做到 那是不肯发心的 那就看中备了 那也可以 那也能往上 那中备呢 是不能行坐沙门大修功德 就是你不能够全职头 全身心放下来修学 那就怎么样呢 还是要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必要条件 然后随即修行 诸上功德 随缘随分随利 来修功德 自己有工作 那么把工作做好 家庭照顾好之余 尽量挤出时间来修行 有缘 能够为佛法 做互持工作 我就尽量去做 这是讲 谁挤修行 是自己修 接听会 在家里多清经 多念佛 改过千善 学习因果 忏悔业障 这随起修行 还有诸善功德 善就是做好事 帮助别人 功德呢 是你真正的修持的接听会 那么奉旨再戒 有空就持栽 这个平常延迟戒律 尤其是五戒十善 那么五戒十善的基础 是弟子归感应篇 我们得认真去落实 然后起立塔像 泛式沙门 这个意思 就是讲 护持正法 护持修行人 这个塔像 不是真的叫你去花钱盖塔 盖庙 现在盖塔盖庙的很多 那是不是真正如法道场 这个未必 道场里要有道才行 这个古来的道场 就是弘法的学校 那讲经说法 如果不讲经不说法 那不叫道场 没有修道就不是道场 换句话说 那个场 是不是道场 从道上来看 那我们这里这个场 大唐村 这个营地 不是个道场 但是这七天 变成了道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道 你看有讲经说法 有念佛修行 这就有道 所以那个场 也不必要是固定的场 可以租用 那现在还有网路道场 大家在网上供修 我还听说 这个 现在 静运老师准备 要筹建网上供修道场 这个大家呢 不需要出家门 每天可以在网上供修 专门建一个义工 供修原地 你是这个义工的 就有那个密码可以上 互相之间 修忏悔 修六合径 一起念佛 一起读经 一起听经 然后互相交流心得 这个很好啊 这现在道场的形式啊 真的不需要有实体的 那个道场 那么 你能够这样 起立塔下 就是支持道场 这些就是修善功德 善是沙门 沙门就是修行 包括红法立生 这些法师 大德 你能够 供养他们饭食 这里要注意啊 就供养饭食就好了 多了 供养了 把他害了 这个大家 你看这次带了不少供养 来供养我的 我通通啊 其实全部转供养出去 我不能留 要留了 我会堕落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给我这些东西 太多 我吃的很少 用的很少 大家对我很爱护 我很感恩 但是对我真正的爱护 就是护持我修道 护持我讲经说法 这个我是基本上啊 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人送东西给我 即使现在隐居在老法师的经社里头 都有人来供养 这是从协会转过来的 那以前在家的时候呢 因为我讲课 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欢喜 供养的也很多 供养一些衣服啊 这些用品啊 我就是转手供养出去 自己用不了这么多 我自己呢 始终保持的 我那个衣服啊 只堆放在我的一个柜子里头 多了都不是我的 所以我的柜子能放多少的就是我的 多了全部的供养出去 所以出家以后呢 大家知道啊 我在家的东西不用 不穿在家服装啊 全都供养那些出家的服装给我 那我就觉得困难了 因为给人人家也不要 出家人太少了 你给那个在家人 在家人也不需要 所以我觉得也是 有时候生点忧闹 所以不要再给我东西了 真正如果想要供养 可以供养光盘 发行印经典 比如说 这太上 这个天上 天下太平是根本 这本小册子 大家就可以发行的印啊 这光盘可以流通 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 那么玄增燃灯散化烧香 这也是假 来做护持工作 这都是表法 增 就是在寺院里面啊 像床啊 帆啊 这种 他是在做法会 做奖金的时候 他要悬挂 一般来讲 挂那个床 那个圆筒形的是床 就是有奖金的 大家可以来听 这是讯号 通知大家 如果悬翻 就是平面的 那个翻 就是有法会 那么这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支持 护持 讲金说法 护持法会 这个法会啊 也不是指 那个一般的像 这个啊 做超度死人的那些法会 真正是修道的法会 像我们这种 就是法会 我们这里 没有搞什么超度的仪式 仪轨 就是一句符号 然后有讲金说法 这都属于 玄增燃灯 散花 烧香 也是如此 花是阴 有阴 就有好果 那么这代表 那么这代表 菩萨六度 香呢 代表 信心 代表界定 真相 五分法身相 等等 这都是讲 表法的意思 就是你做诸功德 护持正法 以此功德 回向愿生彼国 你能得中备往上 当然自己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就少不了 这是根本 把这个根本忘了 去做很多这些护持工作 那最后还是往上不了 只是修掉福而已 那么这是中备 那下备呢 缘就更差一层了 其下备者 假使不能做诸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 以至诚心 怨生其果 这就是下备者 他没有缘 去做功德 甚至护法工作的重要 想做义工吗 没这个福报 可能自己很忙 这个工作都已经啊 忙得不可开交 哪有时间还来做义工 哪有时间来做护持工作 甚至自己啊 几十间读经念佛的时间都很少 这就不能做出功德 但是你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能欢喜接受 能相信 能 这个药育 往生 很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生疑惑 你信心 很清净 没有怀疑 很愿意求生敬土 只是现在呢 这是福报轻 业障重 想做点功德 做不来 没关系 不要有压力 你好好修 好好念佛 最后 以至诚心愿胜其果 你真的想去 就一定能去得成 所以这个是属于下对方 那是功夫比较差 这个业障的缠绕他 但只要信心清净 哪怕可能他曾经造过 五逆十恶的重罪 业障的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但是他那一点信心 很坚定 很清净 他不会怀疑自己会不会 这个往生不了了 不会怀疑阿弥陀佛对我这种人 是不是就不接引了 他没有这样怀疑 很欢喜 很相信 很乐意去 这种人一样可以往生西方 这可以看出法门就广大 度生是无量 那我们自己对照对照 其实大家呀 我看福报都不小 我看下辈呀 是你肯定不止 至少是中辈以上 因为下辈的他真是没有福报来做 他自己都无暇做功的 大家能有这个时间闲暇 那都是注定是中辈以上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发起菩提心 心一定是真诚 把这个烦恼习气给放下 那些障碍里的菩提心 一定要放下 障碍里菩提心 不外乎就是明文利亚 贪图 享受 这个不能够舍己为人 还有自私自利 另外贪嗔痴慢 怀疑等等 太重了 这些就是障碍菩提心 尤其是对正法那护持的心 没有真正发出来 你做护持的工作 如果真正发起这个心 那一定是想方设法 千方百计努力的去把这事情做好 绝对不会说 别人督处你一下 你就动一下 自己没有那主动性 没有积极性 甚至呢 做的时候还随随便便 骂骂呼呼 聊草 了事 造成很多的浪费 很多的损失 虽然是做成了这个好事 但是那个罪业也不少 这些都是因为 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来 所以只要我们真发起菩提心来了 大家往生绝不是在下评 至少是中品 甚至是上辈 那么 怎么个发菩提心 最好的方法 还是用一句佛号 把我们的业障 烦恼兮兮都念掉 菩提心就出来了 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念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